我們床上一起站 不是,夢幻模擬站 我們等你來挑戰 大家好,我是KamiPlays的Kami 也就是歲月哥後面的南洋 你好嗎? Oh, no,就你Sexy啊 好,今天就是來挑戰SS5 用的是平民隊 也就是在給一般不課金或不課非常多金的玩家 而挑戰這個SS5 SS5非常重要 因為能夠拿到那個Accessory 就是那個第四階人武器 暫時忘掉它的名 不過今天會有就是雪梨、馬修、愛麗絲、伯伯 還有我們的SSSSR Latisha 敵方呢就是帝國陣營 然後基本上呢會開buff的是老皇帝 所以呢一開始不用解決它 而是要解決那個遠程攻擊的 基本上呢敵方只要不踏入危險地帶呢是不會發動攻擊的 所以呢我們基本上前三回合都是為了調整那個走位 然後呢基本上我也沒有帶任何buff 唯一的buff呢就是來自拉提賢 還有那個愛麗絲的愛麗絲大爆發 呃波波的主要目的呢基本上就是debuff敵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沉默皇帝 因為第一次一定要讓皇帝開buff 那麼呢就減輕你們迎來的那個負擔 好第三回呢我們馬上開攻 首先呢先讓buff 啊站入這一個位置 因為呢馬修等一下要站在一個很好位置呢 能夠輔助自己還有輔助雪梨 好所以呢馬修就來攻擊那個惡武仔 原因很簡單 因為惡武仔的攻擊呢其實有些高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把它給削弱 嗯 然後基本上呢法納還有那個雞蛋頭 就由我們的 喔很漂亮的雪梨妹妹來解決 所以呢雪梨就開這個愛麗絲大爆發 不是愛麗絲就開 為雪梨開這個愛麗絲大爆發呢 能夠確保我們雪梨是一定能夠把敵方一波帶走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呢我們都一定要把遠程敵方給解決了 不然會非常麻煩 好了 就是這樣呢我們接下來就會非常安全的 而我們的親愛的拉提賢的任務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就是看我們波波男主還有雪梨的 嗯 還有剛才那樣做呢其實就是要是波波呢的那個 呃 衣服的能力沒發動呢 也不至於被惡武給一波帶走 嗯 也能夠保持呢我們在下一回合能夠繼續的 地巴敵方 啊 好為了安全起見呢我們要給自己的人奶一下 啊用奶的感覺真好 好 安全起見波波再來開發動一個AOE 給你們看看啊我的黑洞有多大 哦耶 嗯 好接下來就雪梨 把老皇帝一波帶走 嗯 要是帶不走的話呢能夠用男主 因為 呃 亞特穆勒已經被沉默了 所以呢也沒有太過 有什麼好怕的也 也沒什麼太過需要擔心了 所以呢 當你到這裡就恭喜你 你已經 啊 打贏了 好 到底是Overlord 還是Sortsmith呢 霸著 豬劍 哎 哎呀 紅色小襪子 啊也不錯也不錯 可以給有需要的人戴 嗯 啊 玩了那麼久 霸著 瞬間 都沒來 太傷心了 真的是 丟雷Sexy啊 子龍 好 呃 就 給你們看看一下 呃 基本上我的波波的裝備和練度 呃 基本上 嗯 頭盔和 鞋子沒有多大的問題了 然後呢 就是那個 呃 帳呢 沒有世界帳的話可以用蒼白 或是最平凡的那個藍月 最重要是增加它的模仿 啊 與保持它的最大輸出 然後至於我的男主呢 是飛行 啊 非常鼓勵你們玩飛行 因為我比較喜歡飛行龍啊 啊 現在男主的裝備呢 呃 基本上要是你沒有最後制服呢 你就選一個呢 免 是